在我們看範例9這一點有範例9 這題目長得好是介質逸領 第一個他說 一個函數mx 給他 x-1,x-6,x-8,x-3,x-6 下降感的敘述是對的 他跟他不一樣 看起來有很像對不對 插在這邊 這邊的x很明顯是不可以等於6 因為如果等於6的話 會變成無意義 可是這邊x-6可以 所以他說完全相同嗎 當然不是 所以a可能是錯的 好再來 他說我在1跟8裡面 它是連續函數對不對 這個地方可能是錯的 他可能這樣就畫 然後在6的地方有沒有 6這個點是空下來的 對不對 所以它是連續函數嗎 當然不是 好然後第三個 c 他說16裡面是連續函數嗎 對 因為16就是不含6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c正確的 會拿好 好然後呢 他說因為f0小於0 f2大於0 所以在0跟2之間的話 必定有這個等於10根 對 自己寫過堪根地理嗎 因為假如兩個相成小於的話 這樣就同一樣吧 如果一個是正的一個是負的 肯定代表至少會通過一個交點吧 代表應該至少會有幾數個根吧 對不對 應該會有幾數個根 所以呢 代表他也有等於10根 這個也正確 所以珠是正確的 看一下 欸不對 哪邊有問題你知道嗎 如果y x等於1呢 對不對 因為有可能出現什麼結果 你知道嗎 剛好那個0啊 是唯一的那個基 x等於1的時候 剛好是唯一的基 所以這個地方錯 錯的原因是因為 你的旁邊自己寫上去 因為這個 x等於1的時候啊 是在這個區間裡面是511的 在02是511的 所以因為他不是連續的 所謂連續函數嘛 因為他不是連續函數 所以他要說b 他等於1根就不一定了 因為剛好等於0的時候 1的時候就是5要的結果 所以錯 那2跟4的話呢 就沒問題 也是一樣他是一正一負 然後呢照理說 相成小於0的話 代表應該有幾數個根嘛 那因為2跟4 你看看這邊 1 6 8都不在這個區間裡面 所以 我在2跟4之間的話 他算是個連續函數 對不對 那因為連續函數 一定就會通過一個 至少通過一個 至少會有一個焦點 所以 1正確的 所以答案只有兩個 c跟e 所以這邊你的小心的地方 是其實法案是 竹的地方 要小心 竹這邊有沒有打擔心 要小心一點 好 1 1 2